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透过光影 穿越迎评 与你相遇 导演已就位 我说我自个赤子之心是不是有点表扬我自己 其实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跟社会融合一直不是特别好 这东西好多人到去过 太急 难度也大 太急 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 我刚刚毕业就赶上中国加入世贸 一下子我觉得大家多了很多的机会 也激发了大家无数的欲望 而且那个时候北京深奥成功 大家看到未来的一切都是充满希望的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 很快地得到了独立指导的机会 而且得到了市场观众的肯定 我很幸运可以把导演的职业一直做下去 猎豹的自信是在实战当中实践中 我怎么这么欠啊 我太欠了 怎么没关系啊 赵初 外国专家代表终于同意了 我每个都倾尽全力 你这个戏你决定要去做 你就要倾尽全力 你不要藏私 就像你对孩子似的 你不可能说我更爱这个孩子 我这个孩子不爱 那都是你的骨肉啊 你倾尽全力 但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命 在我的眼里世界上最大的事 就是让弟弟妹妹们吃好喝好 咱们又有家了 咱们在一起再也不分开 《尊全性》呢 我拍过一个戏叫《团圆饭》 因为我拍《生活》去拍的很少 《团圆饭》 我觉得是我个人表达比较淋漓的时候 也是那个时候 可能我的合作方啊 都比较纵容我 让我由着性地去拍 但是那个戏是一个很纯粹的 我个人自我表达的东西 我向你保证 你会看到一个更加纯粹的城市之光 我还让这类光熄灭 我拍过一个电影叫《城市之光》 对 我那个作品遗憾特别多 其实我第一次拍电影碰很幸运碰到姜世强先生 他对我有很多保护 但是还是蛮多遗憾的 最后那个作品到电影院放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不到他原来的60% 我挺难受的 那是我一心结 其实这个心结 我直到狂飙 狂飙能拨好了 我觉得算是结我一个心结 我希望重新向大众 向行业证明我做经费题材的能力 扫黑除恶是第一步 挖掉保护伞 拔出锣带出泥 各小子主义行动 不管压力多大 一定要查到底 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 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 请领导放击 我觉得电视剧 有更长的篇幅去展现人物 让观众更能共情 可以娓娓道来 我觉得从古时候最早说书 到后面大家听广播剧 包括看我们那时候小时候 听那个长篇小说 连续广播 它都是这种形式 我觉得比电影的优势在于 电影上还是瞬间的那种吧 两个小时让你建立出来 它那种情感的浓度要更高 但是长篇电视剧 这种讲述方式的话呢 人物更会留在你心里头 创作永远是好事更好的敌人吧 不要给自己设上限 要一直压榨自己才行